大家好,我是阿烈 歡迎收看獨自可以吃麵 今次我就來到牧場這個地方了 那牧場這個地方大家應該沒什麼機會來 因為這一邊是沒有什麼觀光景點 或者特別一些要看的東西 而我自己平時都是不會來這個地方的 而今次因為工作關係所以來到牧場這一邊 我自己也查過牧場這一邊 原來都有不少拉麵店 而且有一間在百明店裡面也是排得挺高的 所以今次是會想順便去試那一間拉麵店 而來這個牧場站就很簡單 坐地下鐵東西線就可以到 坐牧場站之後 就在這個1號出口那裡出去 出去之後就會看到這一條馬路 就在這一條馬路先過了馬路 過完馬路之後就轉了直走就可以了 之後就會走到這一條馬路 看到對面那間超市 在這裡就先過馬路之後直走就可以了 然後就會直走到這個十字路口 在這裡就轉右直走 就不需要過馬路的了 之後就會走到這個三叉路口 也是過馬路直走就可以了 然後再直走就會看到一個優器柱的地方 在這裡就沿著右邊走 之後轉到這一條小路裡面 轉了進去之後再直走一小段就到了 其實在這個位置也可以看到前面 是有不少人在這裡的了 那我們就走進去看看 就看到我們這次的目的地 就是這間麵屋吉左右 門口有8張椅子給輪候的食客排排坐 都頗開心 而這間麵屋吉左右 在塔比羅古的分數就是3.86 絕對是一個非常高的分數 所以都是值得期待 而這間麵屋吉左右 都是在2017年開始 連續5年塌裝塔比羅古的拉麵百名店 所以實力應該是非常強和穩定 而這間麵屋吉左右 都是好像不愁做那樣的 營業時間就是非常之短 由早上11點半開到下午3點 那就沒有晚市 所以就只要開3.5小時 那也不僅 這間店的定休是一星期三天 星期三、五、日都是休息 所以這間店的營業時間一星期加起來 應該只有14個小時 做飲食業可以做到這樣 都是相當之厲害的 那就看看這間店的自動手錶機 就只有兩款拉麵 就是拉麵和沾麵 那我這次就是會選拉麵尼斯 那些選擇都是多隻蛋、大城之類的 那最頂的按鈕就最大了 微動拉麵 那對我來說當然不需要想 直接選這款就搞定 而下面淺啡色的topping我就不加了 這間店鋪座位的價格大概就差不多 那就沒有放圍板 那空間都算OK 不窄不闊 那桌子就放了一個牌 就是叫大家在碗面來了之後 就不要玩電話了 而調味料就有兩款 胡椒粉和一味辣椒粉 都不是太特別 不過放調味料的這個容器比較特別 就不是拉麵店裡面常見過一類的圓形容器 那我點的這碗美玉拉麵就送到了 最先就會看到有一堆筍 之後就會看到一隻蛋 而中間就放了不少蔥花在這裡 那這一邊就看到有些麵了 之後就會看到這一塊叉燒 叉燒上面有一塊紫菜 不過這一塊紫菜好像有點軟 而這個賣相就不算太漂亮 比較平實一點 之後就看看這一款湯 這個湯的顏色就是偏向深啡色一點 而且筆起來的質感比較厚一點 從這個顏色和質感去判斷的話 就只是魚介豬骨湯那一類 不過這個湯實際是什麼呢 就要喝過才知道 而這個湯的油份感覺上就不是很強勁 之後就看看這一款麵條 這一款麵條從它粗油去判斷的話 就算是中泰麵 或者比中泰麵有一點的麵 而這一款麵也有點透明 也可以隱約地找到筷子的顏色 就看這一款麵的顏色就是偏向黃一點 之後就看看這一塊叉燒 這一塊叉燒其實挺大塊的 而且也是有一定的厚度 完全不會感覺到薄的 而肉的顏色就是比較深一點 沒有什麼粉紅色的狀態 而肉的紋理就是非常清楚 之後就看下筍的部分 哇這條筍一夾 軟皮整的款式 非常之軟 可以看到那個感覺 而且也是屬於比較薄身一點 就是像一些比較傳統的中華筍 然後再夾這兩條都是比較軟 最後就看這隻蛋 這隻蛋表面非常之不平滑 那些粒陷位置非常之明顯 可以看到 不過顏色也是OK的 是明顯地上了色的 哇這麵麵我就吃完了 湯都喝完了 那就分享一下我吃完了的感想 那就先講一下這個湯 這個湯喝下去的味道非常之好 魚介的各一種味道是非常鮮明 而在魚介的味道之後 就會有豬骨湯的甜味出來 兩者的味道的平衡做得非常之好 完全不會有哪樣蓋過哪樣 而整個湯的味道是非常之夠 但是又不會過濃 所以這一款湯在味道上的拿力是非常之準確 而這個湯的油份也不會太強 喝下去的感覺都是非常順口 可以說是完全感覺不到膩 我最初喝的時候都是一口一口 記憶中我是連續用了四五口 非常之好喝的一個湯 所以這一款湯認為是非常出色 之後就講一下這一款麵條 最初我以為這一款麵條是硬一點 但實際咬下去是屬於偏軟一點 不過就會帶一點點硬 而這款麵條也挺滑的 比起我想像中還要滑一點 所以咬的時候是非常順暢 之前也有說過這一款湯 筆起來的質感就比較厚一點 是屬於一點稠的感覺 再加上這款麵條的掛湯能力也挺強 所以吃麵的時候也是非常之夠味 是可以同時感受到麵條和湯的味道 基本上那個味道可以說是五五之比 非常之平衡我覺得 我認為這款麵條和湯的配合也是非常之好 之後再講一下這一塊叉燒了 我認為這一塊叉燒也是屬於不錯 咬下去的肉質也是鬆軟 不會硬 但還有一個小問題 肉就不夠juicy 乾了一點 但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 所以都不會因為這個問題而夠很多分 而這一塊肉的肉味也是非常之夠 所以叉燒的部分是相當之不錯 之後就講一下筍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開始夾的時候是軟皮的那款 所以吃下去就不會太爽 吃下去真的偏軟一點 但都會帶點爽脆的口感 但就不是我喜歡的那一類 反而筍味略而不是太夠 雖然也是柔 但我就覺得有點淡 所以筍的部分我認為是中等水平 比較普通 最後就講一下這隻蛋 這隻蛋的賣相就不太英俊 表面就不夠光滑 但吃下去又挺好吃的 蛋白至蛋黃都是非常之夠味 而蛋黃是屬於流生的狀態 所以吃下去的質感和味道都是好 所以我認為這隻蛋做得好 整體來說這碗麵我是非常之滿意 因為這一款拉麵的湯和麵實在太好了 我覺得特別是這個湯 味道上真的非常之好 而且跟麵條配合出來的效果也是好 對我來說只是這兩樣都非常之滿足 而配料的部分也是不錯 叉燒和蛋都是好吃 是筍差一點點 所以如果大家想試一個好吃的豬骨魚介拉麵的話 這一間吉左右可能就是你的首選了 不過這間鋪始終的問題也是 營業時間太短了 而且地點就偏向不太方便 雖然說可以先坐東西過來 但就比較遠一點 而且這一邊就沒什麼看 但是這間店鋪就是有一個專程去吃的價值 我覺得 而且在店鋪門口排排坐的感覺挺有趣的 這次的介紹就是這裡 有關這間店鋪的資料 我會貼在下面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希望大家可以Like、Share和Subscribe 然後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用怕錯過之後推出的影片 也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留言 分享一下意見或者發問都是非常歡迎 多謝大家收看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